有一對八十多歲的夫婦 牽著手進來 我老公以前追我的時候 我們經常吃ABC的 他開這輛跑車來接我 他說我當時十七歲 ABC的傳奇就是 留在很多香港人的心裡 ABC是我爺爺和其他同鄉兄弟 在1950年代的時候開的 樓下是賣麵包 樓上是開餐廳 俄羅斯式石西餐廳 我爺爺是山東人 當時俄羅斯有革命 白俄羅斯人到處逃難 那些貴族 把他們家鄉的食物 傳到中國 我爺爺是19歲的時候 在山東坐船來香港 他來到後 他都是做學師 他身無紛紋 學師的時候 他晚上在家裡炸豆腐 炸完之後 翌日就拿個淡挑 赤腳走去尖沙咀 天星碼頭那裡賣 每一個賣豆瓏 賣給外國人 他賣很多錢 就做了這個餐廳 ABC就是1950年代 最最高級的西餐廳 後來我朋友的父母跟我說 他們一年儲錢 是儲一次的聖誕 那時候會吃一個大餐 以前的名牌 很多人都買得起的麵包 還是 其實以前是多齋包 最原先的有餡包 在1950年代 就是炸咖哩牛肉包 有點像牛利酥 咬下去 但裡面有炸咖哩牛肉餡 因為以前ABC 五、六間分店 我媽媽還要是以前 在我爺爺其中一間店 做的時候 被我爸爸認識了 爺爺開的ABC 大約7、12年全部閉上了 因為我爺爺的哥哥過世 然後其他股東 全部想撤離香港 就賣了店 我有記憶的時候 的ABC就是 我爸爸在中環的時候 開的 我爸爸一向都是做麵包 跟我爺爺下面的師傅學 剛剛中環 我們自己的店位 那個租客不租了 所以就跟爺爺說 想在那裡開麵包店 八、六年 那時候我都差不多十歲 有時候要去幫忙 賣的麵包西餅 好像外面一般的 港式麵包店 但是我們會多一些 很標準的糖果 例如紐傑糖、西梅糖 總之我爺爺以前 店舖都有買的糖果 我們也有做 西梅糖由我爺爺 80年代那時候開始做 買一些西梅乾 然後就用水煮淋 加些糖膠 這樣 然後就煮 不停地攪 如果不是它黏底會焦 用了很多年的糖煲 30多年了 全液比較均勻 煮出來的糖會好吃很多 先焗香花生和核桃 去醫 然後加入糖漿 然後把它分開一盤盤 然後硬平它 然後放冷之後做切割 全人走 好 糖來啦 他們經常都以為這個是藍棗糖 他說你為什麼寫著西梅糖 這個明明是藍棗糖 我說這個是西梅糖 真的 他吃了十幾十年都很堅持 這個是藍棗膏 藍棗膏 又說藍棗膏 以前有一個山東的銅香 他會每一個星期拿著一個行李箱 很多山東特產食物 他就去每一家他認識的山東人家 就賣這些東西了 我媽很珍而眾之 每一次拿一塊出來撕給我們吃 後來這個銅香他就過了生 我媽很掛念 然後我爸爸就到處去找個餐廳 後來找了十年左右 通過很多親戚的幫忙之後 就找了這個餐廳出來 但是那時候我媽媽已經過世了 兩塊用熱水沖浸軟了之後 就變了很濃稠的核桃 很好吃、很香 有時候很久沒吃再吃 那一下也有點想哭 我媽媽最疼我 其實很多東西不是吃的味道 我會在這裡 懷舊威化橙餅 1950年餐廳已經有得賣的 真是俄羅斯西式的餅 一層層的威化 然後中間夾著花生醬 搭了很多層之後 旁邊再圍了朱古力 這個是最古老的威化餅 製造過程很複雜 因為那些威化很脆 夾的過程很容易碎 又要很小心,但又要夾得緊 師傅也是跟以前ABC老師學的 一代一代這樣傳下來 一路開就開到全條街要重建 2000年的時候 鋪天蓋地地說了退休 我們那時候也沒甚麼感覺 很奇怪 到越來越接近 要結束的時候 突然間覺得很不捨 只剩下一個星期 我爸爸打算退休不做 見到他最後一刻的時候 我爺爺是這麼成功 他建立了一個傳奇出來 但他走的時候 甚麼都帶不到走 我就在想 不如我繼續做下去 我問我爸爸行不行 我爸爸說行不行 我爸爸說行 真的很隨便 我爸爸又覺得好像沒甚麼所謂 好,那就拿去做 好像拿車去開 其實他們之後在背後做很多事 因為其實全部師傅已經顯散了 那些師傅在那個星期之後 他們已經全部有新功了 找全部師傅聊 不好意思 我女兒說想做 他們全部又留在這裡 我開始去幫小小手 那些手 就是越幫越忙 其實幾十盤麵包 那些熱力又供著你 爐又供著你 那些辛苦法我真的形容不到 他不錯 而且他會親自下手下腳做 其實他就不懂 然後我要教他 他真的遺傳了他爺爺 我爸爸就是 2019年7月的時候過世 爸爸走的時候 對我的打擊 是還未回復到的 我還有兩個弟弟 不過我可以很大膽地說一句 我覺得我爸爸是最疼我的 他從來 從小到大 是沒有打敗我任何一個想法 即使我接手店時 他沒有說 你行不行 我爸爸從小到大 跟我沒有說過任何一個 這樣的說話 我每一想一件事 要做 我爸爸說 嘩很厲害 試一下吧 美國有一間電視台 訪問我爸爸 你覺得你女兒做得怎樣 有沒有什麼要教她 或者叫她再進步 我爸爸說 沒有 我覺得她做得很好 哇 真的很厲害 我爸爸 真的很帥 遇到他爸爸 就是一種緣分 就算去到哪裡 都會想念 爺爺爸爸 你們好嗎 我們都OK 店舖都很好 雖然 香港經歷了很多事 但是 很多香港人支持我們 所以 你們不用擔心 我們 仍然是很 很忙 也都很感激 我們師父和很多同事 一直幫我們 令到ABC可以 繼續 可以流傳著這個傳奇 在香港那裡 我們會繼續努力 奮鬥加油 停 2 2 2 1 2 3 感谢观看